哈啰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5月31號星期五的 九四要客訴 我是主持人美樂蒂 邱聖文 好 現在呢是中午的12點半 不過很多人覺得怎麼大白天呢 好像看起了八點檔 有沒有 現在政壇越來越熱鬧了 因為這個選舉可能快要逼近了 很多的消息都會出現了 甚至呢會有一些抹黑的 不實的指控也會出現了 好 昨天呢有一個人大爆料 他是誰呢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吳子佳 好 最近他常在電視上面講喔 他指控的是誰 韓國瑜 他說他疑似 OK 不過他講得很斬釘結線 他說他就是有一個私生女 而且呢 好像還十幾歲了 而且呢 疑似還有給他擅揚費 這當然不得了囉 韓國瑜馬上跳出來要告了 但我們要分析的是 這件事情出來的時間太巧合了 怎麼會這個時候爆出來 怎麼會爆出這樣的事情呢 會不會影響到明年2020的選舉 好 今天幾位來賓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囉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台灣市議員浩宇 大家好 好 第二位呢是我們台灣市議員 來 阿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待會我們國民黨的佩軍 也會加入我們的討論行列 首先呢 先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這個是昨天 這個美麗島的這個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佳 OK 他最近緊咬的韓國瑜 他說你就是有所謂的小三 你就是有所謂的私生女 OK 就點名之前說的這個王小姐 第一時間呢 韓國瑜跟他的親信 黃文才是說這個是排咖而已啦 不過現在越爆越多 當然在昨天下午韓國瑜受不了了 本來前面三個行程應該講話的 他沒有講話 一直到晚上7點的時候 他說出了 欸 很重的話 他就是要告到底 來 帶你聽一下 韓國瑜昨天是怎麼 斬釘截鐵的反擊 市長 今天的焦點就是 有名嘴爆料說有私生女的部分 那你怎麼看 你是不是要提告 還是你要澄清一下嗎 其實這兩年多來 我已經被抹黑了很多 從蔡蟲 流氓 黑道 賣台的中共同路人 吐包子 然後呢 拿不該拿的錢 今天最新的這個爆料 就是我在外面有私生女 還有付什麼安養費等等 那我覺得我 我在去年選市長的時候 某一位電視的主持人來高雄 說韓國瑜當上市長 會把高雄整個賣掉 整個高雄會插滿了中共五星旗 我到了台北地檢署 最後一刻我撤回了 因為我不想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到這麼一個不和諧的狀態 所以我一直都信奉了愛與包容 但是愛與包容呢 並不是窝囊與退縮 這段時間 抹黑韓國瑜的 幾乎是每一分鐘抹黑一次 我都在忍 那事實上 我覺得 只要是基於善意的批判 或者政黨之間不同政黨的批判 我能接受 我都接受 但是今天講我在外面有私生女 有付安養費 現在已經抹黑到 我自己親生的孩子不是親生的 在外面生孩子 所以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忍了 那我覺得這已經不是讓韓國瑜 政治生涯中止 而是整個對韓國瑜人格的摧毀 而且摧毀韓國瑜的家庭 我不得不訴諸法律行動 實在在我的宗教觀 跟我的價值觀 我很不願意走這一步 可是我不得不 所以我現在已經唯請律師 正在寫訴狀 即將對吳子嘉董事長提出告訴 我請檢察官 秉持公平的原則 儘速偵辦此案 所有跟吳子嘉董事長 所描述的人 請檢察官秉公處理 因為不請檢察官出來 用公權力做調查 已經沒有辦法還我清白 第二 這個時間點 6月1號凱道要 卡拉格蘭大道要 很多人為我造勢 你在造勢的前兩天 你引爆了一個 完全無中生有的造謠 抹黑 重傷 而且是謊言 你是很明顯 是打擊支持韓國瑜的支持者的信心 這個政治企圖太明顯 所以我覺得 逼到我沒有辦法 我提出告訴 我請檢察官儘快儘速進行調查 一旦檢察官介入了調查 親者之親 佐者之佐 吳子嘉董事長必須要舉證 小孩子在哪裡 錢是誰送的 多少錢 他要跟檢察官講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覺得 我已經 我已經請律師 而且一定會提出告訴我 所以跟那個王小姐 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些到檢察官調查之後 自然 真相會打牌 因為都會被傳訊 好不好 好 到底這個小孩子在哪裡 錢誰送的 送了多少錢 昨天呢 第一時間韓國瑜跳出來要提告了 而且三問 吳子嘉 OK 到目前為止 為止呢 此時此刻 我們沒有看到吳子嘉有這個比較確切的 讓他一刀斃命的東西出來 但是呢 大家就在想囉 這當然是選舉前 都會出現的一些所謂的戲碼對不對 這個節目一開始就說 八點檔越來越精彩 但你要看的是背後的用意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戲碼 因為6月1號 是不是就要上凱道了 這個時間點會不會太敏感呢 在討論這個政治意圖之前 我先從這個法律面來解讀一下 我們今天有這個法律系的專家對不對 阿苗待會幫我們分析 先看這個手板 大家先看這個 如果我們亂講話的話 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 比方說這樣刑法來 刑法當然有這個所謂公然侮辱 還有誹謗罪 如果說呢 這個刑法309條 你公然侮辱的話 可以判拘役 或者是300塊錢以下的罰金 OK 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像是310條的規定呢 你意圖散佈於眾 講一些 誹謗的事實的話呢 你就會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500塊以下 好那另外一部分如果 我們講的是這個誹謗罪的話 其實這兩個是有差的喔 誹謗的傷害程度是高於侮辱的 所以他的處罰比較重 誹謗呢 是判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是罰金 但是呢 如果是三部文字啦圖畫 犯了誹謗罪的話 像是你印傳單這樣的說法的話 或是刊登 報章 雜誌 因為他比較廣泛 他危害比較重 就會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罰金 喔 今天特別講這個呢 就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 大家都還沒有看到比較 確切的東西嘛對不對 但是呢 為什麼吳子佳要這樣做 有人說其實好像 他的影響性 影響這個選舉會比較重 所以到最後就算被判刑了 好像也沒那麼痛 這是一種說法 來我先請來法律系出身的阿苗 幫我們判一下 其實剛才聖文所介紹的是 刑法上的規定嘛 分公然誤辱跟誹謗兩種 那公然誤辱跟誹謗的差異是在於 公然誤辱是編順你的人格 比如說我對你罵三字經 是 然後旁邊有其他人聽到了 這是公然誤辱 這是公然誤辱 對 那誹謗的意思是說 我講你有某一件具體的事情 喔 這個具體的事情呢 如果它是真的 足以讓這個社會上的人 對你這人產生一個負面的觀感 但是如果它是假的的話 那你就牽涉到誹謗的問題 就比如說啦 現在我們要講說 誰誰誰有私生子女 這件事情 是不是涉及誹謗呢 首先第一個你看 它是不是真的有私生子女 可是它講出來司法就要去調查 對 它真的沒有的話 那這絕對會是誹謗 但是如果它真的有的時候呢 第二關要判斷的是 那今天它真的有私生子女 被告它可以抗辱說 能證明為真實 但是這裡有個但書喔 就是說如果是 試涉私德而與公益無關者 喔 與公益無關者 OK 所以說如果你是講說 你家隔壁的老王 有一個私生子女 結果老王告你 那你最後證明說他確實有 但老王還可以講 可是我只是一個 默默無名的小老百姓 我不是公眾人物 這跟公共利益有何關係 OK 所以大概有幾個 這個法律上的要點 當然實際上太複雜 今天大概沒有辦法詳述 那這是刑事 可是扣在韓國瑜身上 似乎可以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嘛 他現在甚至要選總統嘛 是是 這是刑事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叫民事 這個民事 我們叫做這個 妨害名譽的損害賠償的問題 那這個民事的判斷標準 跟刑事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個刑事上面無罪 不代表民事上面不用賠 所以說 剛剛韓國瑜講說 他還在找律師寫訴狀 第一個要問的其實是 那他的律師到底是要 告了刑事之後 民事一起告 還是說只有要告民事 因為那個舉證的強度是不同的 而且坦白講 偵辦的速度也會不一樣 如果你是提告刑事的話 那因為是涉及犯罪的問題 檢察官偵辦的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如果你不告刑事 只告民事的話 因為他只是涉及民事之間 大家自己的紛爭 所以那個法院直接審理的那個速度 進度其實是不會那麼快的 那如果說韓國瑜 他真的是以一個所謂的 他要自證清白的話 其實最好的策略 還是這個去地檢署控告說 他這個吳子佳設有誹謗的罪嫌 因為這樣子的話 檢察官他就可以直接傳訓吳子佳來 請吳子佳說明什麼呢 提出證據是吧 請吳子佳說 你憑什麼這樣講 其實剛剛他說什麼 什麼王小姐會不會傳訓 那都不一定 因為真正的關鍵是在於 如果吳子佳要講說 我不涉及誹謗罪的話 他最重要的是他要講說 他查證的對象 他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牽連出 在政治上大家最關切的一點 就是吳子佳到底代表誰 他背後是誰 吳子佳到底 這絕對不會是他自己嘛 因為他講得好像說 他就躲在床底下一樣 感覺就是目擊者是不是 這個太細節了 怎麼可能吳子佳他自己會知道這件事情 一定是 不管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一定是有一個人跟他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是誰 他是代表誰把這件事情 帶到政論節目上說出來 當韓國瑜如果提告這個誹謗的時候 那麼檢察官傳訊吳子佳就要說明 他如何讓他憑什麼這樣講 因為真正有罪無罪的關鍵 就是在於說他憑什麼 他的查證的過程 是不是讓他有一個主意 我們法律上叫做合理的確信 合理的確信這件事情為真實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被牽連到的人 絕對不會是那個 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女兒 神秘的新莊王小姐跟女兒 對 而是呢 到底是誰跟吳子佳這樣說 那這個人他是藍的還是綠的 還是白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藍營內戰的話 那其實最精彩的部分在這裡嘛 就是說假設 痛苦永遠來自自己人 假設今天真的就是敵人就在休息室 那這個 他的引爆的那個政治效應會更大 那當然就是韓國瑜剛剛有講嘛 他6月1號凱道招式 那今天已經星期五了 那如果今天還沒 就明天了嘛對不對 今天還沒告的話 明天不會有真相 所以 但是那上次也是到地檢署門口 然後繞了一圈 然後他就充滿了愛與包容的離開了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當然它有法律的成分 但是同時其實確實也有政治的成分在 那這件事情從法律的角度看 它就是涉及所謂加重誹謗的問題 就是剛你講那個310第二項 因為他是在政論節目上說的嘛 那個散播力是更大 那我個人會認為說如果他真的有去告的話 檢察官應該確實要以最快的速度來偵辦 因為這個涉及到選總統這麼重大的事情 所以他民事刑事會一起雙管齊下 如果一般正常的話 刑事告了 民事一定會提出這個附帶民事訴訟 因為不用繳裁判費 這樣會比較省 喔這策略了 對刑負名免繳裁判費 這比較省錢 所以我假設我是清白的 我一定是採取這樣的速度 而且我也會希望檢察官盡速 全數來偵辦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那誰是在你背後 叫你講這件事情的人 把這人揪出來 其實我想這才是韓國瑜他最在意的點 而且還有一個附加的 會不會說我現在提告了之後 你下一次不管媒體再怎麼問我 王小姐是誰 然後什麼私訟人家 他就說近代司法調查 一切在司法調查中 偵查不公開或之類的 會不會這樣 他就有人說這樣子 會是比較保護韓國瑜的一個方式 其實說實在的 遇到這種問題 對於所有政治人物來說都是困擾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的私生活怎樣 不見得跟你的公事的表現 是什麼的關係 但現在韓國瑜的問題是卡在說 他的市政還沒拿出成績單嘛 所以他還沒拿出成績單的時候 他的私生活 如果都一直被這樣子 大家喇來喇去的時候 對他有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想他提告之後 當然他可以說 檢察官在偵辦 交給檢察官 那萬一檢察官辦的進度很慢 他還可以順便說 你看是這個民進黨執政的檢察官 都辦得很慢 但是說實在的 這個問題 假設吳子家之後 真的擠牙膏式的丟出了一個 又一個的東西來的時候 他確實還是要面臨到一個 他要如何的消除他的支持者 對他疑慮的問題 所以司法是一個手段 但他不是萬人的手段 他在政治上 確實可以就是表達一個很堅定的態度 然後說我反對 人家這樣子抹黑我 所以我要去提告 最好把你背後的長徑人揪出來 這個是有機會可以達到的 但是人民對他的信心 那不完全是司法可以做到 尤其是現在司法的不信任度 不是聽說高達80%嗎 所以大家是不是會一定的 完全相信檢察官偵辦的結果 也未必 所以韓國瑜他在政治上的問題 他自己還是要想辦法解決 OK好 講到這個長徑人 大家問 魔鏡啊魔鏡 到底誰是長徑人 來 我要先問一下佩君了 大家都在講 昨天我引述一下 這個王定宇的說法 不是王浩宇 王定宇 他說這件事情啊 應該是國民黨自己弄的 他的邏輯是這樣 他說如果韓國瑜真的 這五年來十年來 有這麼所謂一個私生女的話 為什麼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沒有爆出來 很顯然現在剛好在 國民黨的初選之中 所以有這個所謂的陰謀 但是王浩宇的 王定宇的一個說法 不要等一下告到我 一直要講到你這樣 最近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這是另外一個陰謀論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王定宇跟這個 黃毅宗的說法其實非常可笑 因為照吳子佳的說法 這件事情是偵辦北農的時候 流出來的案外案 那如果國民黨的人可以知道 那請問民進黨的人會不會也知道 在這個過程當中 顯然大家都有機會知道 照他們兩個邏輯 那很有可能是 民進黨的人先掌握之後 丟給國民黨 來當作一記來殺韓國瑜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又轉了一手 太可笑的推論了 姑且不論說這個消息哪裡來 這個天之地之 只有吳子佳自己知道 可是過去我跟盛文都是記者 那我認為吳子佳 在這件事情的角色非常有趣 不曉得他到底是以 爆料者的身份 還是以媒體人的身份 來處理這個訊息 因為如果是兩者 他都非常的失格 首先如果是爆料者 在過去 你要指控一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你必須拿出證據來 沒有圖 沒有真相 小孩在這裡 現金流在這裡 王小姐在這裡 我指控他做了這些事情 這叫做爆料者 媒體人的話 我問過了王小姐 我問過了金流的來源 我問過了誰說 他們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問過了那個小孩 我拍到了那個小孩 這叫做一個媒體人 出來報導這件事情 所以吳子佳董事長 不管是在媒體人的角度 或是站在爆料者的角度 都非常失格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拿出來 現在這個年代 已經變成要潑別人髒水之後 被潑的那一個人 要費盡全身的力氣 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 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那更不要提 這個網路上已經有人整理出 吳子佳董事長過去的豐工偉業 現在看來是八戰八百 大家可以好好去網路上面看一下 我就舉一個最近才那個 才有判決結果的 他在2013年的時候 他1314年的時候 指控馬前總統 他說他吃了頂心 魏佳人超過10億元 當時他的指控也非常有模有樣 人事實地物他都講得很清楚 他說2012年選戰後期的時候 魏佳危機入市 一次出手超過10億政治獻金 那當時就像荒漠甘泉 讓馬團隊點滴在心頭 剛剛阿苗說 這個吳子佳董事長 在這一次外遇生女的風波裡面 講得好像他躲在床底下 那他講頂心這件事情 也彷彿他就在現場 眼睜睜地看著 雙方交易那10億元的現金一樣 可是呢 最後發生什麼事情 很抱歉 一二審他都輸了 最後高原認定 這個有重大過失 查證是非常有啥次的 所以判決必須登報道歉 那賠償金額的部分 現在還在法院審理當中 所以我必須要說 吳子佳董事長 從他過去的一些紀錄 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潑別人髒水的時候 第一時間確實講得有模有樣 人事實地物多少錢 誰在哪裡做了什麼事情 他都講得出來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有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過去的紀錄 人事實地物沒有一樣是真的 而且他會唱一句歡迎來告 那就真的告啊 然後就真的賠啦 每次的結論都是這樣 我想這一次 大概也不會太讓大家意外 那這是一個非常高端的黑人的手法 就是你潑別人髒水的時候 如果我只說他好像有做壞事 那聽的人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有可信度 可是當我說他在哪裡做了什麼事情 跟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情會不會真的有發生過 其實這是一件很可怕的抹黑的手段 那確實最後被潑髒水的人都要靠著提告 來挽回自己原本就有的那個清白 那不是有冤枉嗎 OK照這個佩君的分析 好像他都會有一個SOP對不對 一開始先說誰做了什麼事情 先爆了一個料 第二天又再一爆說 他又做了什麼事情 在哪裡跟誰 好第三招呢 就是歡迎來告 果然呢今天早上這個 吳子佳 他又出現在北院了 不過他是為了另外一個案子來出庭 他對於韓國瑜說歡迎來告 他也有了最新的回應 再聽聽看 今天吳子佳怎麼說 王小姐的房子是韓市長拿錢買的 我現在講一件事情 一個房子是買的或租的 怎麼會讓記者知道呢 韓市長心裡有數 這個背後所傳遞的訊息 他應該知道是從哪一方面 把這個消息洩漏出來的 然後他現在面對的問題是 他非提告不可的原因是 因為他昨天晚上就要面臨 李嘉芬的拷打 我覺得他家庭的失和 是第一項問題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我不是社會記者 我是政治記者 因此呢 我對這個當事人的母女兩個人 我不願意提供任何的姓名跟畫面 因為這個會傷害到小孩子 很明顯的違反了這個 稅圈國稅局相關的法令 因此這個不是韓國瑜告我可以解決的 而且我呼籲 所以國稅局今天開始就應該進入調查 調查這個所謂的捐贈人 因為很明顯的沒有繳稅嘛 然後傳遞這個 這筆大筆金額的人是黃文財 黃文財是公務員 他已經進入市府的公務員 這些人都會受到公務員的監督 所以有關這筆 巨額的款項的傳遞 跟來源 跟這個王小姐的所得的部分 已經非常明顯的違反了國稅局的稅圈局證法 黃文財是一個很難對付的 而且很喜歡騙人的 很會狡辯的一個台灣第一名的政治人物 因此我認為就是在法院的攻防當中 才能讓他無所遁形 因為我不會在媒體上面去做這種 在這種口水戰上跟他做任何的爭鬥 所以建議他今天就快點去提告 也建議法院或檢察官快點開庭 在這個事件已經延燒開 網路上甚至有已經肉搜出 這個女生的臉書 就是像是這一位 就是您看得出來是這一位嗎 這我不予置評好不好 好 你看到吳子佳真的很威猛 他不只叫韓國瑜趕快來告我之外 他還可以據悉迷移的把這個 好像這幾天嘉芬姐的心情 都形容得很好 不管是這個暴跳如雷 或是昨天可能這個編了韓國瑜一頓 他都有預測到 這我先問一下浩宇 你怎麼看吳子佳他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好像你們這幾天 你都有密切跟他聯繫嗎 他確實是掌握什麼 讓他一槍斃命的東西嗎 我是覺得吳子佳董事長還蠻有信心的 如果是在跟他通電話 他感覺就是信心十足 那我是覺得其實這幾天的一些狀況 其實傷韓國瑜真的傷很重 那比如說像我之前不是到處都被罵嗎 到處都被白眼嗎 可是我這幾天大概都是 一直不斷的接到這個道歉信 有分為道歉電話 道歉簡訊 跟道歉FB留言三種 那有一天凌晨1點13分 我已經睡到一半了 就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是一個阿姨打電話過來 他說不好意思啊 之前半夜每次一直1點打一次 2點打一次的就是我 因為我之前就基本上半夜都被這個韓粉騷擾 他就跟我說他現在已經終於醒來了 是選區的嗎 而且是因為 就是因為吳子佳這件事情 他覺得他是一個不OK的人 那其實我也收到很多 像這個是這個要留言 你看他說我跟王議員道歉 對他特別跟王議員道歉 他說了什麼勒 他說我想跟王議員道歉 對不起王議員我錯怪你了 我曾經不諒解你為什麼在選前選後一直黑函 如今發現你真的是先知 你會演示出韓是個垃圾是個騙子 感謝王議員持續守護台灣人民 那這個的話 這個阿姨是有一天我下午在錄影的時候 突然打我的手機 那打來之後我就追問他說 那你到底為什麼醒來啊 他就告訴我說 他當初投韓國瑜 是因為他討厭國民黨民進黨 現在知道他不行啦 然後後來他告訴我說 因為一些抹黑的事件 他發現韓國瑜並不誠實 那這個是一個訊息 對也是一樣 就是寄信過來說 欸 皓宇 我之前覺得他賣菜很厲害啊 其他應該也很厲害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這樣喔 所以你要繼續做對的事情 所以這幾天其實就是不斷的出現 這種所謂的一個道歉的訊息 真的還蠻多的啦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他已經把自己過去的說話 事情都被打臉了 第一個比如說呢 他當初說他退出政壇嘛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他說因為他覺得他已經迷失了啊 所以我要退出政壇 但是他當初退出政壇 其實是因為他用黑函 抹黑了他黨內的其他的參選人 這是第一件事 他從來不說這件事 他說他迷失了 第二個他說他是庶民 可是他的家族 李嘉芬的家族 在雲林卻是做了50年的議員 那做50年的議員 算什麼庶民呢 這是庶民嗎 那韓國瑜自己開的車 是一般的國產車 還是高級的進口車呢 這個也是一個嘛 然後接下來他又說 他選舉的時候沒錢 然後滷肉飯或者礦泉水 可是後來被發現說 他有1.4億的政治獻金 然後到最後 為什麼這個最傷 因為其實 韓國瑜在選權的過程中 他說他是辦教育的嘛 對他要征服宇宙嘛 他辦了一個維多利亞學校 要給孩子好的品格嘛 一直在強調這個 可是一個好的品格 一直不斷地在塑造 他的家庭倫理概念 非常好的狀況之下 今天被這個質疑 當然是傷很重 因為這個是很大的反差 如果當初你說的家庭 到最後確實是 像吳子佳所說的這樣子 那確實就跟你 當初說的不同啊 你看起來好像跟 李嘉芬非常恩愛 可是你有沒有另外的一個 人跟你也很恩愛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可以去質疑的 那有些人會說 那這個是他的私事啊 可是這一點都不是私事 因為你今天韓國瑜 你要選總統耶 如果你選總統 你有一個真正 真的有一個這個私生女在外面 那國安要不要去保護 這個私生女 有沒有可能他會需要大家的保護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必須要討論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最後我要說 其實這個整個吳子佳的爆料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大家應該要去思考的點 又不是很確實的部分 或者可能有誤的部分 第一個是黃文才承認說 韓國瑜跟這個王小姐 是在2013年的時候認識嘛 可是這個小孩 吳子佳說是十幾歲 那2013年怎麼可能 生出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呢 這個小孩的年齡 是不是十幾歲 還是據我所知 有可能不是十幾歲 這是一個問號 第二個部分就是呢 其實外面有一個傳言 就是說這個王小姐 其實並不是韓國瑜的一個小三 他其實是一個 張姓總幹事的一個 農會總幹事的小三 什麼張姓總幹事 這是外面在傳言 所以這是今天新的發展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新莊的王小姐 有可能不是韓國瑜傳說中的小三 不是吳子佳所指控的小三 而是 對就是一個張姓的 一個農會總幹事的小三 這個是我聽到的 不過這些傳言 浩武有所本嗎 不斷的對我有所本 就是這些不斷的 就是傳來傳去 其實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吳子佳其實長期以來 他都是支持韓國瑜的 突然間跳出來拋這個訊息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一個 讓我們大家跳進去的幼兒 讓我們咬下去之後呢 最後證明韓國瑜的清白 然後他被抹黑的很可憐 所以是吳子佳拿錯料來爆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但是裡面確實有一些 包含那個小孩十歲 這個就很不合理嘛 那到底事實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在傳遞之前 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就是說其實 包含了這個小朋友的照片等等的 當然是不是韓國瑜的孩子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是看過啦 那我還是就是希望媒體 就是大家看過就好 就是真的還是不要 你看過這個小朋友的照片 對我看過 那我不知道他是 王小姐的女兒沒有錯 但是他是不是韓國瑜的女兒 我們不確定嘛 那重點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 其實他現在年紀還很小 那我還是希望說媒體 就是不要把它貼出來 雖然大家其實都有了 好 在這個法律或者是檢調調查之前 我相信大家對於這個問題 都還有一個問號 我們當然不要就是 太尖銳性的去指稱 尤其是無辜的小孩之類 不過剛才皓宇點到一個重點 好像韓國瑜最近的這個連環報 不管是他的施政的方面 或者是現在大家所質疑的 你公眾人物的私德方面 確實在所謂的韓粉上面 有了所謂的威脅 這部分我讓佩君再來 你再來分析一下 因為明天就是6月1號 你覺得這個對他來說 會有影響嗎 還是會有另外一個說法 其實會越錯越有 就像你記不記得MG149 或者是這個器捐案 反而把柯文哲打得更強壯 這部分你怎麼看 我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在看這些指證的時候 要相信那個爆料者 要好好看清楚他有沒有所本 我剛注意到這個王議員 今天講話就非常小心 好我們先來借一下 Max 哈囉Max 喂有聽到嗎 是Max請說 我是覺得打這個沒什麼意義 因為會投韓國瑜的人 會投韓國瑜的人 其實不會因為他有沒有外遇 而不投他 你這樣反而會把他民調打高 反而大家就是 反而會更團結 那個美麗島已經被開除了 可是你外界形象 他還是比較偏綠 到時候已經會變成說 你綠的破壞他 韓粉國民黨是不是會更團結 除非就是民進黨 你希望韓國瑜出來 因為他出來 你就有機會拿回高雄 說不定你 我是覺得民進黨心態 說不定是 反正2020覺得總統一定輸 拿回大本贏就不算輸 對我自己接到民調電話 都是唯一就是韓國瑜的 我承認啊 超適合的 最適合選2020就是韓國瑜 所以你說這個 對趕快出來 趕快出來 所以你反而覺得不要被操控了是不是 不是啦 民進黨就離遠一點 那個會燒到自己 可是現在像你講的 吳子佳 他也不代表民進黨 他不代表任何人啊 我是覺得很難 外界已經覺得他就是弟子 你就選他就偏綠 他是不是綠派出來的這樣子 不會啦 看美麗島做的民調 民進黨都是第三名 最好是不要太深 而且昨天他做的民調 是柯文哲首度第一對不對 他很早以前就挺科批的 不是嗎 對啊 OK 所以你看他現在 吳子佳報了一個東西 他個人的虧定 也會受到外界的檢視對不對 來佩君繼續幫我們分析一下 剛剛這個空音進來的這位朋友 我覺得他講 講多了一半啦 但是我還 我認為公眾人物的私德 即使是私領域 但是還是可以 應該要經得起檢驗 因為他今天已經是公眾人物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檢驗的標準 是到底有沒有鎖本 這是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討論到的 包括現在浩宇我剛剛說 講到一半 他今天講話非常的 用字我注意到 都非常的婉轉 有所保留 因為現在不是在議事庭 沒有免責權 所以他都說可能 好像有看過 但是也不太確定 專業的 然後照片 我也有這張照片 但是我不能拿出來跟你分享 因為我要保護那個小孩子 那同理可證 照你這個邏輯 你剛剛舉了洋洋灑灑一大堆韓國瑜 過去發生的事情 然後來跟大家說 今天發生這個外遇生女 我聽起來你的連結是要導向說 由此可見 這一次看起來也有發生的機率 我提醒你一下 過去說要退出政壇 沒有退出的人 難道都可以用這個邏輯 去說他在外遇生女嗎 那蠻多人 2014年的時候 曹啟宏縣長說 他未來不參政不在選舉 但是2016年就出任農委會主委 當然史上最經典的應該還是2008大選戰敗 要說要退出政壇的那位謝長廷代表 但是當時不到兩年他就復出了 他說他以前說退出政壇只是幽默而已 照你的邏輯 這些過去說要退出政壇 而沒有退出政壇的人 當他被潑了外遇的髒水的時候 他都要自己鼻子摸一摸就吞下來嗎 不是這樣的吧 你要指控別人做了什麼事情 當然就要有所本啊 你剛剛頌文不斷地問我陰謀論 如果有陰謀論的話 我還有另外一個版本的陰謀論 這個賴清德院長 過去曾經說過只要他跟 就算他最後初選的民調贏過蔡總統 但是只要他們兩個人都贏過韓國瑜的話 他願意無條件讓給蔡總統 他說過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推斷 民進黨現在出手開始狂打韓國瑜 把他打爆 只要都輸給賴清德也都輸給蔡總統 那到時候賴清德就會實現他的諾言 無條件地讓給把資格讓給蔡總統 那各位吳子佳董事長還有這個黃毅忠跟王定宇 他們是挺陰還是挺賴 應該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如果要說陰謀論 那大家是不是也來思考一下 也不排除這個可能啊 只要把韓國瑜打爆 輸了賴清德也輸了蔡總統 那賴清德就必須實現他當初 無條件要讓給蔡總統 民進黨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做法 也有這樣的可能啊 如果大家要來附黑的話 ok這樣聽起來就是歸結 又回到那個問題 到底吳子佳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他背後代表的是誰對不對 來阿苗你怎麼看 到底吳子佳這一局 他盤算的是什麼 因為今天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就像昨天這個王定宇 他講的是國民黨派出來對不對 黃毅忠他的說法是說呢 他為什麼現在會被爆這個料 他講了一句話很有很有意思 他說是因為他腳踏兩條船 大家深呼吸一口 難道還有什麼嗎 不是他說的兩條船呢 是又要高雄市長這條船 又要總統這條船 ok我們的司馬來了 我們先聽一下司馬怎麼說 哈囉 美樂弟嗎 是司馬姐好 我要針對那個畫面的部分 就是外界質疑到有沒有這個畫面 來就是做一個就是聊一下這部分 因為那個外界就是質疑說 就是質疑說畫面 可是北檢他不是是初面 第一時間初面否認嗎 對 但是他當然要否認對不對 北檢那不管有沒有 對 北檢他的這個反應 絕對不可能是說成那個故事 不管有沒有都不能說啦 對 請繼續 我個人還是我個人推測就是說 韓國瑜就是 我是個人就是以這個報導來 就是還有側面了解來推測 就是韓國瑜跟黃毅忠還是有可能進出 包括要解家的 就是還是有可能有這個畫面的 因為因為就是第一個他這個是有北農那個調查局去 北農菜手案去調查出來的 就是有沒有拍到這個部分嗎 那那可是有可能就是說 那調查局有可能就是他派這個調查局去 然後他調查局 第一個可能就是說他沒有把畫面叫出來 然後他只是只是就是回去就是寫一個東西而已 然後可能自己就是藏著畫面 那第二個可能我就覺得說有可能是調查局 他是委外就是委外說調查局的民間友人 或是委外去那個誰去 調查局委託民間友人 或是委外 對因為調查局真的有很多 就是委外就是他們去調查的 然後他可能就是派比如說某個誰 某假 對 憲民之類的 他去某假 他去那個網條解家 就是自己去偷拍或什麼的 然後他可是他又不是那個調查局的 就是體系內人 所以他不一定要把那個畫面叫出來 他可能就是捏著然後看什麼時候爆出來這個東西 對 那就是說那這個東西為什麼會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就是會越遠越烈呢 就是因為那個吳董就是 他一開始就是只是爆說就是 說那個韓國瑜共皇才就是有長期有進出 就是用質疑的角度說長期進出那個王小姐家 就是影射的 而且而且我在節目中有看到就是說 吳董就是有說他他有澄清就是說 他沒有一開始說他沒有明講說他們兩個有是什麼關係 他只是說過夜 對 你為什麼會長期就是一直去王小姐家 然後可是他後來就是那個提問人又問他的時候 吳董又反應就是說 他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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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說 我沒有說他們兩個是什麼關係 他一開始是這樣講 那可是今天後來發展到今天就是說 他就直接指控就是說 他是那個外遇跟吃生女 就是直接就是很直接的指控 那我覺得說為什麼他會演變 一開始是隱瞬然後後來演變成就直接指控 我就覺得說應該是說他會覺得說 韓國瑜就一直都不理他 或是一直跳針就是說 所以他就是料越來越辣這樣子 對 就是他可能就是要激將法激韓國瑜 就是因為他無董目的 是要把這東西拉回到法庭上 那法庭上就是沒有模糊空間 就是檢察官或法官問你什麼 就直接要打什麼 不能再一直跳針又說 我是什麼又抹黑啊 這也是一種答法 就直接就要針對什麼來問 就是很明確就要回答了嘛 所以這可能就是 我懂他的目的 那韓國瑜他可能就是 我覺得是他也是跟那個 柯文哲就是講一下 就是有點太沉不住氣的 對因為如果他可能 因為我懂 有可能他這個目的 就是可能要引申出另外的更大 或是說 因為我會覺得說 應該不太可能就是像 完全百分之百指控 就是說確實他是問外型或是 就是有這東西 但是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連帶的事實 會爆出來 有可能 OK 現在是您最大的一個質疑 就是說 如果 因為這個王小姐他也不是北農的員工 對不對 他也不是北農的員工 他也沒有跟北農生意往來 那他可能是雜誌的一個業務 他也不是賣菜的 他也不是什麼賣菜的人 那為什麼會被調查 這個才是重點嘛 所以其實吳子嘉講的 為什麼會有一些部分是合理懷疑 就是說你如果跟北農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會被調查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黃自己也承認說 他跟韓國瑜常常去嘛 而且晚上就一起打麻將打通宵嘛 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啊 就是說裡面也不一定有那麼多的人 黃走了之後剩兩個人 那裡面還有別人嗎 你也沒有講清楚嘛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指控 我之前就說嘛 韓國瑜幾乎天天醉對不對 那時候他說他中午確實很常應酬啦 但是不一定有醉 可是你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喔 中午喝 喝完之後 你看喔 早上 應該說晚上又要喝耶 睡前又要高粱嘛 對不對 他說他睡前沒有高粱啦 人家念心經 以前聽說有嘛 現在沒有了嘛 以前睡前要高粱 打麻將也要喝 中午也要喝 那一個人24小時 我們佩君快要翻桌了 他比較沒問題 我本來心裡翻桌 結果變成腳一頂之後 還真的整個桌子要飛走 我們要讓那個 那個身高快要190的這個媽媽很神奇 沒有就是說一個人 他一整天他有多少時間在喝 那聽起來不是很合理嗎 就是說 你到底喝了多少 那你到底有沒有清醒過 不過我不懂 浩宇你現在到底想要韓市長出來回答 他一天喝多少酒 還是他有沒有外遇生女 你不要一直把這兩件事情弄在一起 做一個殺牛牛丸丟出來 你昨天我看你在各大節目 就不斷一直在講說 韓市長我早就說他喝酒 你看了我現在就覺得他喝酒 那確實是嘛 他喝不喝酒跟你指控他外遇生女 有沒有證據的那種關聯性是什麼 我們今天主題不是在討論外遇生女 到底為真還為假 你一直在跟我講 他過去在餐廳喝酒 又喝高粱 睡前白天喝 這兩者的關聯性到底是什麼 他有沒有喝酒 跟今天外遇生女 拿不出證據的關聯是什麼 我只想知道這個人 但是我剛剛不是故意把舟的提反 我是真的重要說 沒有啊 從頭到尾都在撒謊嘛 他塑造型像哪一個是真的嗎 我剛剛就已經質疑過 你從頭到尾塑造型像哪一個真的 你當賣菜狼的時候 你在北農你有認真嗎 你每天9點你有去打卡嗎 幾乎沒有啊 跟他同時合作的人 直接就跟我講說 韓國瑜基本上是 很不認真在上班的一個人 對啊這就是事實嘛 好 這是他過去的一個表現對不對 現在呢 我們又拉回這個主題了 只要遇到選舉 我就說過你的祖宗18代都會被檢驗 不管呢是你的私德 更重要一點是你的施政成績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這份民調 這個是施政的滿意度調查 昨天這個遠見做出來的 你會發現現在你看到有大頭的 都是表現得不錯的喔 比方說這個不意外 你最常質詢的 我們來浩宇的這個首長 鄭文燦桃園市長 六都裡面唯一的五星市長 林資廟也4.5啊 林資廟也4.5 要講到一個重點喔 最近大家常討論的那個資廟姐姐 對不對他也有4.5 好那其他的這個比方說 林志堅這也是很年輕 大家覺得年輕世代 新竹市長表現得還不錯 林明珍南投縣的 然後比方說潘孟安 登輝辦得不錯 整個身世也不錯嘛 然後還有這個大家說 許真偉花蓮王的太太 花蓮後侯這樣子 花蓮縣長 來怎麼看這個民調喔 我先讓這個安表 你繼續幫我們分析一下 現在到底這個施政 滿意度跟你的這個聲量 是不是成對比 或是說跟你要選舉 能不能真的反應出來 因為就像他剛才提的 資廟姐姐也可以 405顆啊 遠見的這個滿意度調查 什麼縣市長幾顆星 這個每年都在做 他做出來之後 其實他也是各自解讀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幾年的時候 他也做過什麼 苗栗縣五顆星 然後到最後是發現說 原來這個苗栗縣政府 跟遠見另外還有一些 相關的業務的合作啊等等 所以當時後來被質疑說 你是不是像這些 有業務配合的縣市 你會把它做高 有人這樣子質疑他們 所以 其實這個做出來 大概就是一個新聞事件 大家可能討論幾天就沒了 因為 鄭文燦 口碑好 林之廟 一般人家說 怎麼他這個 一般的形象 大家是覺得他發言 都是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妙妙 但是他的 突然滿意度好像又變高了 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詳細的內容是什麼 恐怕他要 真的去公佈他的調查方法 才有辦法真的去分析出來 否則的話 苗栗縣 大家滿意度那麼高 可是 後來發生財政問題 也是有這樣子的問題存在 那 所以我覺得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施政的滿意度 跟選票 其實不一定有關聯性 施政的滿意度跟選票 不一定有關聯性 最經典的例子 阿扁當第一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滿意度破七成 結果沒辦法連任 被滿意度打敗 所以 並不是說你滿意度高 你的選票就一定會高 相反的 你滿意度低 選票一定低嗎 也不一定喔 因為 遠見的這個調查其實 比如說以我們台北市來講好了 其實柯市長他的 在這個調查的分數不是很高 是 可是他去年的選舉 其實是在藍綠的夾沙當中 最後他贏了三千票嘛 他還是有票 是 所以我覺得 就不用去詮釋說 到底之間 如果滿意度高 你就一定可以連任或什麼 因為歷史已經告訴我們 沒有這回事 選民的偏好 跟這個遠見雜誌的調查 其實不一定有相關的 大家在選舉的時候 可能還考慮了很多 其他的事情 那就像韓國瑜 外界怎麼樣去說他市政美術好 他都老心災災 反正我就是這樣 而且他滿意度這一次是六都的 新科首長之冠 對 所以做出來是這樣子嘛 所以完全 完全並不是說 我們 其實現在同溫呈現這樣很嚴重啦 坦白講 有時候你在臉書上刷手機 你再去刷你爸媽的手機 看你看到兩個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 真的 這個遠見這個調查 大概是呈現了 就是這麼多個平行世界 當中的一個世界 的看法 OK 那不見得是完全反映了 全面的真實的情況 所以阿淼的結論是 這個民調是平行世界 每個人都要同溫層啊 我想我跟佩君的這個手機打開來刷 看到的東西 應該會刷很多 結論同是不是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同溫層存在 這個是無法避免的 所以 我們有時候看看這些其他的民調資料 其實是讓我們了解別人的想法嘛 是 所以有時候看到一些民調 你不用第一時間急著去說 他一定是假的 你應該去看他的調查方法 他到底調查到哪些群眾 比如說這是打電話還是面坊 打電話是打四話 還是四話加手機 還是只有打手機 或是你填問卷 遠見的自己的讀者 他填問卷丟回去 那這個調查的群眾不同 你就是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啊 OK 好 我們細看這些細項 他再分幾個部分來調查 比方說連任的縣市長 他的平均滿意度會比較高 有到71.6% 也就是說老將比較會受到肯定 那新來的當然大家就會 檢驗的力度會比較高 好 再來呢 他說綠營的縣市長 去無存精 他去無存精之後呢 今年整體的滿意度 是逆轉勝的 OK 綠營的有上升 民進黨有67.8% OK 國民黨57.6% 無黨籍的48%這樣 好 其他的 比方說各黨的縣市長 平均的不滿意度 OK 民進黨是14.3% 藍營19.4% OK 那綠營的白禮猴 平均的施政分數 有71.5分啦 至這五年來的新高 不過我們洋洋灑灑 檢測那麼多縣市呢 大家會比較關注的 除了剛才講的 高雄市的韓國瑜之外 台北市呢 這個我要問 君君也常常在監督科文哲 對不對 他昨天又被問到了這個 施政滿意度 可是你會發現 他的這個施政 不滿意度 他說奇怪 怎麼我對我最差 他講了一句有點氣話 他講說那算啦 那幹嘛民調我 就不要民調我就好啦 你怎麼解讀他這句話 跟解讀這樣 同樣的命題啦 你覺得是說 縣市首長這些滿意度 跟他自己真的要出來選 有什麼樣的相關性 我先回應一下阿苗剛剛講的 就是說他說我跟他的同文層是不同的 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 選前有一個 有一個網路媒體 來找我們互相講對方 自己心中的對方 那時候我問到 我心中到阿苗的時候 我就說他是一個 很有想法的年輕人 很有幹 經常在外面行程遇到他 然後我滿心喜悅想說 阿苗應該也會講差不多的話 後來事後我看到報導 阿苗說我是一個 披著年輕外殼的老兵 說你嗎 不是不是我說 他外表很年輕 很青春 但是他的 內心住了一個來贏老兵 內心 他今天只是要公開叫你 下跪洗門瘋 內心反應的很多 其實是長輩所認同的價值 阿苗你是不是臉紅了 對 因為我覺得奇怪 當時應該不是這樣講 我有默默的拿起來看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 不管說什麼做什麼 有一天一定會被拿出來檢驗 但是 但是某些時候我也沒有覺得 他講的錯或是不對 你也覺得咬兵 對不對 不是我只是想說 他會不會現在被我們兩個 互相稱讚 我長輩很喜歡沛 因為他覺得 沛青可以說出長輩的 你看他不找人機 要幫我推去長輩那邊 好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把樓扶回來 好扶回來 扶一下扶一下 但是我這件事情 看法跟阿苗很像 因為這個遠見的民調 他其實跟我們投票的意向 比較不同 因為投票意向的時候 其實很乾脆利多問說 這次選舉你要投給誰 但是這個問卷 他問了非常多面向 他會從警政 衛生 市政各個方面去問 那當然受訪者 在面對這麼肢解的問題的時候 他對一個人的喜好程度 會被切割得很細碎 那統統拼起來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還原 他對這個人的喜好程度 我認為是比較有困難的 所以過去幾次可以看出來 那個縣市首長的滿意度 跟最後選舉的結果 其實是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那我特別要說 在這樣的民調裡面 其實當地的首長 如果他的政策 是比較容易 讓民眾在生活中有感的 通常看起來 他的分數都會比較高 就是有感施政的 包括剛剛講的 包括剛剛講的鄭文燦市長 或者是這一次 這個成績也不錯的 韓國瑜市長 我就想到一個蠻有趣的例子 他上任以來 他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把馬鹿鋪了80幾條 重新鋪平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 沒什麼爭議 反正這個用鹿人 不分黨派 應該大家都用得到 馬鹿變平 大家總是覺得好的 所以前幾天 有一個高雄市議員 就是這個白眼女神 他在節目上面被問到說 白眼女神 你被問到說 你說他都沒做事 那這個鹿有沒有鋪 他就說了一段 我認為非常妙的話 他說有鹿真的鋪了 這個確實大家都覺得滿不錯 但是我不懂 他上任這麼久 怎麼只做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可以反過來思考一下 如果在他眼中 把80幾條路重新鋪的平整 好走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 根本不花什麼力就可以做 那請問前朝花了十幾二十年 為什麼沒有做呢 沒有做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檢視別人的邏輯 要一貫 就是可以指責 可以批評 但是這個護航的標準也要一致 所以當他們覺得這80幾條路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舉手就可以做到 那請問前朝為什麼不做 所以回顧頭來我剛剛講的 這個調查 比較容易讓施政有感的縣市首長 在這個民調裡面 在這份滿意度的調查裡面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成績 但是能不能最後反應 在選舉的結果上面 確實是有一些問號跟落差 OK有沒有問號有沒有落差 有沒有平行時空 大家繼續看下去 不過講到這個施政 大家會來檢視柯文哲的 就是他要不要繼續連任呢 也是有一個施政很大的問號 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大巨蛋 OK昨天他在這個備詢的時候 簡書培問到他 大巨蛋你有沒有私底下去喬 甚至還說有所謂的錄音檔 哇一撥出來不得了 柯文哲氣噗噗 又是垂桌子又是摔筆 他昨天是怎麼說的呢 帶你來歡迎一下 昨天的大現場 首先要求你回答 公開承認 你這個誰給你的 民眾寄給我 什麼民眾寄給你的 就是民眾寄給你的 台北市政府這樣被確定的嗎 你這個錄音檔 有可能是你後面的那些人 我跟你講齁 錄音給我的 哇錄音給你 你不用生氣 今天雖然沒有完整的錄音檔 但我今天要讓你聽聽看 台北市政府的官場獻刑記 我已經跟總理說過了 就今天大人一起來 你不是說你大人一起來 沒有沒有 其實很奇怪 我們今天來 我們今天來就是區長 因為這 其實今天來不是 要確定大西亞會不會往前走 我講白了 所以你的公開透明在哪裡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台北 韓國會還在說他被確定 是不是還不曉得 我台北市政府今天很明白的被確定 我可不可以講話 什麼叫喬蛋 這就是喬蛋 不過他是一個 九十分鐘或幾乎的錄音帶 請不要剪七段出來 我聽來聽去 哪個地方在喬蛋 我才聽不出來 這個可以 我跟你講既然你都有錄音帶 有竹字稿 那就給社會大眾去看 我台北市政府這樣被確定了吧 好 到底有沒有喬蛋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尷尬 有沒有喬 你看到柯文哲很生氣 他說有辦法把九十分鐘的錄音 全部播出來 而且他還甚至說了 現在最夯的一個詞 就是我台北市政府 不是給你竊聽的 聽起來是不是 這個高雄市也有竊聽 台北市也有竊聽 今天這句話也讓這個 柯文哲跟韓國瑜 兩個人隔空欣欣相襲 關於竊聽這件事情 我先讓浩宇來分析一下 很少看到很久啦 沒看到柯P這麼生氣了 對我是覺得他最近情緒 是有改的 你不覺得他其實比較少生氣 他最近心情還不錯 對 心情還不錯 而且民調還不錯 可是這個問題最主要是因為 他選舉的時候 他口口聲聲說他要公開透明 那所謂的竊聽是說 你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可能辦公室被裝了一個竊聽器 或什麼叫竊聽 我們的魏也來聽聽我們 哈囉魏 我想問一下阿苗 我想問一下 那個會議 那個會議內容他說 好像糾結在環評跟都審 可不可以分開嗎 因應你的專業意見 這個如果分開 到底有沒有射擊獨立 到底法律上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分開 又可以讓遠雄去蓋 那市民又有棒球可以打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是一個說法 有可能嗎 好啦你剛剛提到 這個市民有棒球可以打 這顯然是一個誤會 因為大巨蛋就算真的蓋好 就算他真的可以打棒球 他沒有要打棒球 也不會是開放給市民去打 他會是 可能是必須要直棒的球團來承接 他可能是一個比賽 OK 但是先講你剛剛的問題 就是關於現在大巨蛋 法律的程序到底是什麼 大巨蛋之前四年前 才剛滿四周年不久 林周銘當時的獨法局長 給他下一個停工的處分 那這個停工的處分 遠雄不服啊 他就打官司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停工 那剛好呢 這個這個月 法院的最終的裁判已經出來了 就是停工處分是對的 所以現在大巨蛋 確實是處在一個依法停工 他必須要做什麼事情呢 重新申請建造執照 就是要重新申請建造這個過程 是 那遠雄他拿到一張新的建造 他要重新復工 他必須要走很多的程序 比如說都審 都市計畫審查的程序 比如說環評的程序 這些程序全部走完之後 確認他確實可以蓋 才能夠來復工 那現在 現在的糾結點 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糾結層面就是 他復工之後 他能不能夠如期完工 如果不能如期完工 不能在合約 以及後來的仲裁規定的工期沒有完工 就算是遠雄違約 所以時間對遠雄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他越早完工 他就可以越早開始賺錢 他開始營運就賺錢 第二點就是 萬一他一直遲遲沒辦法動工 到最後脫過了整個BOT契約下 規定他必須要完工的期限 他就有違約的責任問題 所以遠雄是很急責要快速審 那所以都審跟環評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環差 假設環差是有這個時效的 就是萬一說你這個建造 拿到的時間拖得太久 你要重做環差 那重做環差會多一個程序 所以他就要經過更久的時間 所以遠雄他是急著要時間趕快經過 那昨天檢驗員公佈了錄音檔 他在質詢的時候 因為沒有辦法 質詢時間他最多只有40分鐘 他不可能播90分鐘 不可能播90分鐘 所以要跟著七段播 他放他的粉絲頁上 他在他的粉絲頁上 就公佈了所有他拿到的錄音檔 裡面其實聽到的內容就是 這些局處首長在討論說 怎麼樣做對遠雄來說 是比較能夠讓他快速的 跑完這個連結 所以這就是喬蛋嗎 我覺得簡素培講的喬蛋 跟柯文哲講的喬蛋 跟柯粉講的喬蛋 不一樣的意思 一個蛋有三種解讀好不好 我們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現在聽完這個錄音檔之後 你可以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北市府的局處首長 確實私底下有開會 在討論大巨蛋 但是沒有做會議紀錄 OK但是沒有會議紀錄 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大巨蛋 有一個北市府做的網站 他說會議紀錄會放在上面 但其實這個會議是 不但是會議紀錄沒有放上網 甚至是本身 他沒有一個會議紀錄存在 這個是錄音檔聽得出來的事實 第二點就是 我們台北市的局處首長 確實在這個私底下的會議當中 有在幫遠雄想辦法嗎 這也是一個事實 那但是我們 有在幫遠雄想辦法 想辦法 我們有直接去指控說 他想的這辦法 一定是圖利一定是違法 但是想辦法讓這件事情 解決嘛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 以北市府的立場 我坦白講 藍綠白都有遇到 這個所謂錄音被爆料的問題 像第一個藍的最經典例子 林毅士嘛 他講那個什麼 一刀斃命你拿出來 結果真的被一刀斃命 他錄音 綠是什麼 東場 現在被批評成是東場 為什麼他會被批評東場 因為就是東場 有人把 有人把什麼 有人把他們內部開會的時候 錄音拿出來說 你促轉會副主委張天青 你在內部講這些話 最後結果是什麼 他下台嘛 對不對 那那個 之前促轉會的主委 現在也下台 主委有沒有拍桌說 我促轉會是給你竊聽的嗎 沒有嘛 因為他自己知道說 這個東西 內部錄音而已 固然內部是錄音的 然後被拿出來 可是社會大眾更重視的是 你實質上 到底有沒有做錯 那 今天回歸到一個原則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那台北市政府 你的局處首長 開了一個會 討論這個案子 但是沒有做成會議紀錄 這個在程序上 不一定是違法的 但是民眾 其實更應該關心得去 你們實質上 討論這個問題 好你幫這個 申請人想辦法 政府沒有 不能幫申請人想辦法 對啊 他是在解決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瑕疵 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你的局處長的立場是什麼 對 因為柯文哲 從頭到尾都說要公開透明 那我是覺得藍營就是 就是不管藍綠都會 像剛剛講那個張天青的案件 如果是同樣的標準 那柯粉有沒有去說 就是張天青這個案件 透露音是不對的呢 對不對 其實說要公開透明的是柯文哲 我剛剛才知道他甚至是說 要公開在他的網站上 要公告所有的會議紀錄 這些都沒有做到啊 但是這件事情 確實沒有會議紀錄 那你生什麼氣啊 是你自己說要公開透明 沒有直播公開透明在網路上 就已經是 沒有做到當初的承諾了 沒有會議紀錄 就沒有做到當初的承諾了 那你跟 你這件事情跟張天青 張天青 民進黨也不能說 他被竊聽啊 這是內部錄音啦 竊聽是說在電話裡偷裝 或房間裡偷裝 其實我提供北市府的一個做法 坦白講 就是站在北市府的立場想 他如果覺得說 他在內部開會的時候 那底下的市府員工公務員 會錄音的話 他覺得沒安全感 其實一個很明確的做法就是 台北市政府法務局 現在立刻去台北地檢署提告 又要提告了 要告哪一項咧 就是這個無故切 無故 妨礙秘密嗎 對妨礙秘密罪啦 就是無故切勢切入 可是公務耶 重點就是說 這個算不算無故嗎 在法律上的重點算不算無故 因為 並不是說只要你有錄音就不行 只要你是有一個正當力的存在 人家是不是錄一下要做會議紀錄的啊 後來發現沒有 到底是誰把這個錄音錄下來 現在就是這個市長最糾結的點嘛 那其實你要查 市長要叫他拿出來 你要查這個東西 你不應該是在議場上反質詢議員 因為質詢時間 不是是議員提問題的時間 你不能反質詢議員說 叫議員回答你的問題 可是你確實有個法律上的方法可以去做 就是請法務局現在立刻把你訴狀寫好 台北市政府去告說 他已經這個 他是防衛秘密罪的受害人嘛 請檢察官去調查說 請問今天這份錄音到底是誰 誰所錄的 他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在法律上是有辦法的 好 講到這個議員資訊 你現在發現 每個議員拋出的東西都會成為焦點 我們再把焦點轉到前幾天有一個議員 也很紅了 是苗栗縣的議員 他講的什麼 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就是 中國大陸有捐一筆60萬 給這個南莊國中 總之他說 不要管什麼統戰 不要管什麼統獨 能夠捐錢的 我們就可以叫他爸媽 對不對 好 有一個人出來嗆聲了 最近很紅了 館長他說 這樣是不是好 我捐給你 那你叫我爸爸 昨天他有最新的說法 帶你聽一下 館長怎麼講 我可以跟所有 所有國民黨的支持者講 館長做這件事情 不是第一次做善事 我也不是最後一次做 我還會再做 因為我起來之後 看到新聞下面一些留言 我覺得非常可笑 他們下面寫著說 這個議員他真心的幫國小 他委屈了 幫國中 要募這個參費 他委屈了 所以館長啊 你有膽就捐啊 不然你在罵什麼 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 已經到了是非不分了 我們這個國家的人很多 尤其是比較老的 已經到了那種是非不分 的年紀了 沒有國哪有家 國民黨 各個 每次這種議員出來 各個都是這種賣國賊 你們居然還可以幫他講話 台灣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 你到底是不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啊 你到底要維護你台灣自己主權的一個國家的權利啊 你怎麼可以對著一個 動不動就要無統你的國家 飛彈對著你戰機飛來飛去 飛彈全部對著你的一個國家 動不動就要把你國家XX的 說要打你國家的一個 一個敵人 把他們的錢說成說 統戰 欸你是我們的官欸 統戰我不怕啊 沒關係無所謂的XXX 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這就是 我一直跟你們國民黨呼籲的嘛 每一個人都說自己XX在中華民國 每一個人都說自己XX 中華民國的XXX 每一個做的事情XX是中華民國 做的是中華民國共和國嘛 這是國民黨的特色嘛 尤其是越老的國民黨員 越年輕的倒是不會喔 國民黨也是有很多優秀的人才 但是絕對不是這些上版面的這些人 好這個發言真的很霸氣 你剛才不是網路不穩 一直聽到是BBB 不是這個斷訊 是我們真的為了要保護這個節目的普遍級 幫大家做了一個處理 好 尤其店長呢 館長剛才發言非常的霸氣 在這邊呢 我們要先恭喜南莊國中雙喜臨門 對不對來 浩宇怎麼看 哪兩件事情要恭喜一下 沒有就是第一個賺了60萬 第二個也要恭喜那個議員多一個霸 對果然多一個霸氣的霸 真的要叫人家爸爸 那重點是其實偏鄉的 學校其實真的經費很不足啦 那我要呼籲就是說 如果大家也覺得南莊國中不錯的話 可以多捐款給他們 不要再拿中共的錢了 而且捐了就可以當爸爸 對啊對啊 而且小朋友都會叫你爸 這也是另外一個好處 但是這背後的意義代表什麼 你覺得一個議員 你自己也是這個明代代表 做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適不適當 沒有我覺得就敵我意識 還是要很清楚 那我是等一下可能要跟那個吵架 佩玲吵架 佩玲先走好了 先走好了 我覺得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有一些 不是所有 就是敵我意識沒有那麼清楚 就常常其實 他們真的很常去中國交流 比如說我們的出國考察行程 國民黨議員真的很常過去 那可能兩岸真的一家親 可是還是要記得 就是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 兩個國家或許過去有同樣的血統血緣 或許我們有些人是從那邊過來的 可是我們還是在兩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的狀態下 是有一點敵對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要分清楚 那我也希望不只是佩君 就是所有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都能夠知道說 還是要維護台灣的主權 OK 既然點到佩君 讓佩君補充 剛才館長在講的時候 我看你臉部有點扭曲 發生什麼事 不會 我覺得這個問題 要分成兩個層次來討論 丁一這個議員發言 確實是不妥 但是他是代表他個人 他不是代表中國國民黨 他沒有黨職嘛 所以他發言不妥 就是他自己出來道歉 那是他的事 我不需要替他辯駁 再來就是 他確實講了關鍵字 他講到中國大陸 他講到爸爸 所以踩到很多人的敏感神經 那就我自己來講 我們的選區也有學校要出去比賽 那怎麼辦呢 我的方法是再去找 比較有能力的民眾 我跟A跟他說 B有這個需求 是不是可以幫忙 贊助一點經費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會不會大家都找館長贊助 所以我要講的是 民意代表 要在這之中幫忙找資源的時候 只要錢來源是合法的 那進行就去捐嘛 那現在教育局 如果認為這個錢收了會有問題 那就不能收 但是我只想大家思考一下 今天這筆錢還有政議員的發言 如果捐錢的單位是美國 是日本的國家 大家反應還會不會這麼大 一樣 同樣一句話就是 標準要一致 所以確實我認為他這次的發言不妥 因為他踩到了兩個敏感的字 一個是爸爸一個是中國大陸 但是今天如果捐錢的那一家公司 是美國或是日本 今天大家的反應還會這麼大嗎 我認為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的結果 但是我還是要說 這是他個人的發言 不代表本黨立場 也不代表本黨其他從政的人的立場 阿苗阿苗阿苗 聽不下去是不是 也沒有聽不下去啦 只是為什麼剛才佩君說 我估計他大概要說 美國沒有哪些武器對著我們 佩君說為什麼大家的 佩君說大家的標準不一樣 其實標準不一樣的原因 真的很簡單 就如同佩君其實他也理解 因為美國跟日本從來沒有宣稱 他們擁有台灣的主權嘛 就是美國跟日本 就算你有什麼機構 要來捐錢給台灣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說 你們台灣是我美國的一部分 或你台灣是我日本的一部分 可是因為中國一天到晚都宣稱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嘛 所以台灣人對於中國的觀感 和美日的觀感 當然會不一樣 就是一個很簡單 總不可能說 你旁邊有個正常鄰居 然後另外一邊住個流氓 但是你出門的時候 你要對流氓跟正常鄰居都一視同仁 這個於情於理上 其實對台灣人來講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 好 看下來今天節目有一個重點 就是叫誰爸爸很敏感 好不好 當然因為你不能亂叫 不能亂叫 也不可以亂有私生女啦 好不好 誰捐錢誰叫你爸 自己要再考慮一下 好不好 感謝大家今天的加入囉 感謝三位來賓 請大家記得訂閱 94藥客宿 下禮拜見囉 拜拜